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也进去吃一个 如何 这差不多 小兄 他骗你的 师父几时吃人肉了 你竟敢骗你猪爷爷 辟单点栏目 他有械目 等 bag nem 你快就辞开 人给我 拍写 打赏 spin 我家里此西下三百余礼 那里有个宝相国 我是宝相国国王的第三个公主 入名叫做百花修 十三年前八月十五的那个夜晚 我正赏月 不料一阵狂风 黄袍怪就把我射到此处 在这里 我和他做了十三年的夫妻 再次生儿育女 日子过得倒也美满幸福 不过回家总是遥遥无期 正好 那宝相国就在你西区的路上 如果 如果我让黄袍怪放了你 你能不能帮我带一封嫁书 给我父皇 让他们知道我现在的状况 也好让我的父母安心 女菩萨 若能真的救了贫僧的性命 贫僧 自当稍疏寄信 兄弟 坊 葫芳 空 狂 黄胖狼 回来 我去去就来 你想打就打 想不打就不打 妖怪 别走 黄胖狼 出了什么事 怎么不打了 老婆叫你回家吃饭也是理由 莎师弟碰见一个叛老婆的妖怪 狼君你不要着急 我刚才睡觉突然梦见一个金甲神人 什么金甲神人 说来话长 是我小时候在宫里对神按下了一桩心愿 若能招个贤狼驸马 我就应当上名山拜仙府摘僧不失 自从嫁给你夫妻恩爱 却不曾提起过还愿之事 那金甲神人定是来逃寺院的 我被吓得惊醒 却原来是 是难刻一梦 所以 所以我才跑过去找你 不料 看见那边柱上绑着一个僧人 所以我就想 莫非是那金甲神人托梦于我 让我放了那僧人 狼君 你若是悲悯 看在我的不命上 你就 放了那和尚吧 狼君 就只当你与我 摘僧还愿了 不知狼君 肯否 我还以为什么要紧之事 既然爱琪说把她放了 那就放她走吧 那 你真的不怪罪我 我怎么会怪你呢 既然是当年许的月 本来也应该还她 大上 听说 你要把那个玄奘和尚 去西天取经 为何不再去西天的路上 反而回到他们本山来啊 也不知师父他们 身在何处 师父 孩儿们 听我给你们从头到来 我绑着那唐僧 一路上捉妖琴魔 俺老孙使尽了平生的手段 几次打死妖精 到头来 那玄奘 确说俺老孙行凶作恶 不要俺老孙做徒弟了 俺老孙也不受着冤枉欺 所幸 俺就返回花果山 再做美后王 过个嚣嚣自嘴 这妖怪关了门不出来 可什么是好啊 师兄 找了这一路 怎么也该有个旁门左道的 可以进得去吧 天黑下来了 他们不会再吃师父吧 我们要不要去把大师兄请回来 胡说 请那猴子回来干什么 就他那点本事 谁不会啊 我 我 我马上变个蚊子给你看 我从这门缝里 钻进去 把师父救出来 师兄 你变得出来吗 我 拿 拿着 不 拿着 行了 尸兄 肚子太饿 没劲儿变哪 我们还是四下找找 兴许有个入口 真是急死人了 徒弟吗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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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师父 没事 师父 不是我说你 你以后不能到处乱跑 害得我和沙士忌到处找你 老沙爹也是 你就不应该离开师父吗 如果不是你在花斋的路上贪睡 我怎么会离开师父寻你 师父自然也不会走失的 谁谈睡了 我那是走累了歇歇脚 你才走了多久 便累了 大师兄呢 那次去花斋 都是快去快回 满载而归 若是大师兄在 就不会出事了 走吧 请 启奏陛下 殿外有个大唐高僧 请求建驾 选他们进来 圣僧请 参见陛下 你到五国中有何事啊 小僧乃唐朝世子 乘握天子赤旨 前往西方取经 原本带有文蝶 到陛下上国应当捣唤 故此惊动龙眼 既然有唐太子文蝶 取上来看看 陛下 贫僧一来捣唤文蝶 二来受人之托 交给陛下家书一封 什么家书 陛下的第三位公主 被波月洞黄袍怪捉去 贫僧偶然相遇 故此公主托付我 交给陛下家书一封 自从十三年前 公主突然失踪 文武百官不知贬退了多少 大小婢子不知赶走了多少 城中百姓不知贬捷了多少 但是都是毫无下落 你说公主 被妖怪捉了去 有何凭证 陛下请看 这是公主托我带来的信 不孝女百花修 顿手百败大德父王 万岁龙凤殿前 及三公母后 昭阳攻下 女儿于十三年前 八月十五日 两夜加尘 蒙父王恩旨 着各宫牌宴 赏完乐华 欢愉之间 不觉一阵惊风 闪出一个妖怪 将女擒住 成为妖妻 不觉已一十三年 并缠下两个孩儿 但女甚是私议父母 盼回孤里 不惜唐朝圣僧 亦被魔王擒住 使女低泪修书 特托祭祀片楚 望父王早至婉子山 拨月洞 与女儿相见 身为恩念 你女百花修 顿手再顿手 众位爱卿 谁敢兴兵领将 与寡人 一起去捉那个黄袍老怪 救百花公主 陛下 那黄袍怪对公主 甚是有理 若是能跟她商量 领回公主 甚是为好啊 众位爱卿 哪个敢去 丸子山拨月洞 前去水河 众位爱卿 哪个前去啊 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尔等 气死寡人了 陛下 那妖精 乃云来勿去 臣等 乃凡人凡马 习学兵法 只能安营扎寨 无法捉拿妖精 那就让那黄袍老怪 大膳公主不成 陛下 想那东途取经者 乃上帮圣僧 必有降妖之术 不如就让这玄奘 降妖魔 救公主 数为万全之策 大膳大膳 大膳圣僧 如果你能捉黄袍老怪 救公主回国 长发留间 寡人与你结拜兄弟 大宴群臣 同坐龙床 共享荣华富贵 如何 陛下 贫僧只会念佛 其实不会降妖 你既不会降妖除魔 怎么敢上西天去拜佛 贫僧一人 实难道次 贫僧有两个顽图 善能御山开路 逢水搭桥 一路保护贫僧 降妖除魔 既然有两个徒弟 为什么不宜同前来见朕呢 贫僧那两个徒弟 相貌丑陋 所以善不能入朝 恐伤了陛下的龙体 朕贵为一国之君 岂会怕两个相貌丑陋之人 快选他们进来 师父让你带信 你还不愿意带 现在看到 带信的好处了吧 像是师父带了信 国王道啊 带信的人不可怠慢 一定要宫廷大宴 好好的伺候 让他们好好的吃 师父的肠胃不好 你想想 咱们俩 什么 说出咱们俩的名字 然后捧着金盘就请咱们去了 我说二师兄啊 你只会想到吃 但是不管怎样 我们先去了再说吧 莲伟莲伟 莫要议论 莫要议论 我俩看着你在一块很丑陋 要是看惯了 也就看睡眼了 是不是 陛下 贫僧说徒弟丑陋 不敢朝见 恐伤龙体 还是惊到了陛下 罪过罪过 权权 还亏你先说过了 你们两个好没规矩 见了国王还不行礼 二位高僧 哪一位会降妖啊 我老朱会降妖 怎么想 我乃是东土大唐圣僧 唐玄藏的大弟子 天鹏元帅 只因犯了天条 坠入凡间 如今归佛门了 所以说忘了这老朱是低能降妖的了 既然是天降下凡 必将善于变化 那是当然 那还用说 好 变一个看看 好 那就变给你们看 闪开 变 唐长老 像你这等变化身高 变到什么长度才是极致啊 那要看什么风啊 东风也渴 西风也凑合 要是挂上南风啊 我老朱能把这个天捅上个大窟窿啊 太神勇了 快快快 收了这神通 小的这般变化了 快收了吧 这不算什么 唐长老此去 用何兵器与那妖怪作战 我使的是这钉耙 钉耙算什么兵器 寡人此处刀枪伏几兵器有的是 你任选一样 陛下有所不知 我这耙虽然粗糠 可是自幼是我老朱随神之气 老朱在天河水府为帅 指下八万水兵 全账此趴之力 今日随师父西天取经 保护师父 御山能破虎狼窝 御水能掀水龙穴 全凭此趴了 八戒 此去能不动兵刃 就不要动兵刃 想那妖怪对公主也甚是尊重 若是她通行达理的话 哎呀师父 跟那妖怪还讲什么礼呀 一盘子过去 上去一住 就是九个窟窿 打杀了妖怪 把公主救回来不就得了吗 再说了 沙妖除魔 我老朱是最有本事的 真的不怕风大 扇了舌头 你 来人 在 将朕亲用的玉酒整瓶取来 劝与唐长老送行 唐长老 此瓶酒 聊饮奉劳之意 待啄了黄袍老怪 救灰小女 自有大宴酬劳 千金重谢 师父 这酒本应该从你的云起 可是君王赐予我不敢违背 让我老朱先喝了 朱朱九星 好去捉腰啊 你知道为师不喝 你就全都喝了吧 唐长老 何时启程啊 即可启程 师父 我去去就回啊 唐长老还会腾云 师父 那黄袍怪 捉住你事 我们两个与他只打个平手 现在师兄一个人去 恐怕打不过他 不如我去助他一臂之力 那巫经理赶快去 助八戒一臂之力 是 师父 唐长老 你且留下陪寡人坐坐 遵命 去告诉他妖怪 就说我朱爷爷来了 大王不好了 那成匪大耳的和尚 和那晦气脸的和尚 又来把门打破了 什么 艾奇不要紧张 这两个人不是我的对手 只是我已经将他们的师父放了 他们怎么还敢打上门来 想是忘了什么东西 来取他吧 岂有此理 忘了东西就敢打上门来 一定还有其他的原因 取我披挂来 是 郎君 艾奇 你怎么了 没什么 你一定要小心哪 放心吧 我去去就回 杭虎 我已经饶了你师父 怎么还敢打上我的门来 你这破怪干的好事 什么事 什么事 你把宝相国的国王的三公主 骗到你的洞里 一枪霸占为妻 一咒就是十三载 你也该还给人家爹了 我奉宝相国国王的旨意 特来勤你 你自己进去 把自己好好绑起来 省得我老猪动手 你怎么知道 谁做事谁知道 你说是还是不是就行 还管是谁告诉我的呢 你这个我给你拼了 你这个我给你拼了 你这个我 打我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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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你 快去 老沙 你可来了 你先将去打 我肚子一阵阵地疼 我得赶快去出宫 快去快回 我告诉你 你那个师兄是个卑鄙的 临阵脱逃的小人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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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百花说没有 就一定没有 来 你看 我这个家 可是比你那个家好 都好 既然都好 那你在我家住了这么久 我是不是也该去你家看看 蓝军 你要干什么 百花不必惊慌 我说过 你喜欢的我就喜欢 你喜欢宝相国 我也喜欢宝相国 你喜欢你的父王 我也会喜欢他的 我不会做让你讨厌的事情 十三年了 我为了不失去你 一直没有让你回家 我是怕你回去了 就不愿意再回来 可是我知道 十三年了 你每天都要写一个字 家 也许 我真该送你回家 郎君 说实话 我真的很喜欢 你给我的这个家 郎君 你没有错 都是我不好 百花 有些事情 你没有认真想过 那个唐朝和尚 带回去的消息 一定把我说成 十恶不赦的妖孽 而你 就是妖孽的妻子 你在宝相国十三年 如今背着 这样的名声回去 满朝文武 全城的百姓 都怎么看你 他们都以为 公主变成了妖怪的妻子 你要如何面对 还有我们的孩子 他们要如何生活 陛下 有三驸马前来见驾 现在门外听宣 寡人只有两个驸马 怎么会多出个三驸马 陛下 三驸马可能就是 那个妖怪 这 这是 宣传进来 三驸马见驾 臣黄魁 后见陛下 你是三公主的驸马 正是 那百花公主 怎么没有和你一起回来呀 百花她出了诊子 过上十天半月 我再带她一起回来 驸马 你家中哪里 何方人事 几时与我家公主成亲 怎么到今日才来认亲呢 陛下 臣乃城东宛子山 拨月庄人家 那山里此处多远 不远 只有三百余里 三百余里 那公主怎么会到那儿 怎么会与你成亲呢 陛下 微臣自幼好袭公马 采烈为生 那十三年前 我带着数十家童 放鹰竹犬 忽建议 斑斓猛虎 驮着一个女子 走下山来 使微臣兜弓搭建 将猛虎射到 将女子救回本庄 用温汤温水惯醒 救了她的幸福 问她是哪里人家 她不曾提公主二字 若早知是万岁的三公主 怎敢擅自成亲 问她 她只说是民家之女 微臣才敢将她留在庄中 两厢情愿 故成亲至此已多年 成亲之后 臣本应将那虎宰了 公主娘娘叫我莫杀 她说 前世赤绳曾戏足 今将老虎做媒人 臣因此解了虎的绳索 饶了她的性命 可那虎 这几年在山中修炼 以炼体成精 专门迷人害人 臣听说 往年也有几个取经的 都说是大唐来的玄奘 想必 就是那虎 害了玄奘 得了她的文影 变成取经的模样 在殿上 欺哄陛下 陛下 她 她就是十三年前 托公主的猛虎 而不是真的取经之人 你胡说 你怎可含血喷人 天父嘛 你怎么认得这个 托公主的和尚 就是那只老虎 陛下 我在山中 吃的是老虎 穿的也是老虎 与她同眠同起 我怎么会认错呢 陛下 此人满嘴胡言 污蔑于我 往陛下明察 既然认得 那就让她 献出本相来看看 这 也罢 只要半枕清水 臣 就可让她 献出原形 快 快 唐僧 果然是个虎鸡 还不赶快拿下 保护陛下 让陛下受惊了 多谢父马 传之下去 大白宴席 谢父马救拔之恩 不云 百货 百货 你怎么来了 你是不是又在怪我 你埋怨我把唐僧变成了老虎是吗 是吗 可我告诉你 如果你我的姻缘断送在他手里 我就要让他一世变成老虎 受以生涅出之罪 只要过了十二个时辰 就算是佛祖要来救他 他也变不回来了 百货 你知道吗 你我的缘分 可能就要完结了 我知道 这缘分 都是天定的 可是这天 这天哪里知道 我又多舍不得你 你是什么人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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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方才 听到我说什么了吗 听见 没听见 没听见 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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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ắcِ阿 你可真 你还有这般本事啊 还能再挣高几分呢 再挣上 再挣上 有趣有趣 你还会写什么 还会歌舞 好 演一个来看看 演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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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赶紧走云 这白马腿上怎么有伤 想一直带人打劫师父 爸妈大伤了 二师兄 是二师弟 我不是故意的 我没有害你 你不要向我索命啊 二师兄 别害怕 我是小白龙了 你怎么也来吓唬我呀 小白龙 你怎么说话了 你说话必有不祥之处啊 告诉我怎么回事 师兄 你知道师父有难吗 我怎么知道啊 那黄袍怪变成一个俊俏文人 与国王认了亲眷 把师父变作一只斑斓猛虎 坐在朝方铁笼里 我知道后变成人身相救 可是却找不到师父 听妖精说 十二个时辰以后 师父就彻底变成一只虎了 那你的腿 是那妖精打的 我只好钻进玉水河 才保住性命 小白龙 我只好钻进玉水河 你怎么回事 很容易